ガ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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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Ó 今天呢 也有拍街頭訪問的議局啦 那等等 去問一下香港朋友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當地的美食 來香港這麼久 都還沒有吃過他們的小食 我餓了導演 我們走吧 聽網友都說我不給他們福利 我今天就去抓 看有沒有福利給你們看 帅哥美女 欸他跑掉了 他看到我就跑掉了 找不到 導演 怎麼辦 找他 你好 啊 你好 不知道 又被拒絕了 我又被拒絕 小心了 不低水了 哎呦 崩潰了導演 不餓了導演 你好 怎麼稱呼 Coby Coby Rachel 叫我阿C吧 阿C 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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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g Hong Keng Hong 金剛來的啦 長這麼帥 你多高啊 19多 19多 美美美美 191kg 好矮啊導演 在旺角這個地方有沒有什麼 可以推薦小食 好吃的嘛 魚蛋咯 小吃 對啊 小吃 對啊 小吃 魚蛋吧 魚蛋 肥媽 肥媽 肥媽那個 春宵 春宵 好吃嗎 當然排隊咯 排隊就代表一定是好吃 燒賣之類的 燒賣 這邊也是香港 比較酸有名的 社會之類的 雞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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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聽得到 哦 魚蛋啦 那你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吃過 我沒吃過 我沒吃過 沒試過 即是沒什麼點來往國 蛋撻 菠蘿包 菠蘿包 這個是台灣人來一定都會吃的 有沒有很勁爆的美食 魚蛋多的了 哦 買兩隻 去的話很勁嗎 很近的 很近啊 轉了玩到有幾間 很多通街都可以 今天呢 剛訪問了 所有的香港朋友 他們都推薦了 魚蛋啦 燒賣還有串燒 導演我餓了 我們不要講了 我們趕快去吃好不好 哪一個 這個我不會 好多喔 怎麼買 導演教我串燒 我講串燒他聽得懂嗎 我們就點這個 黃牌 墨魚 細生長火雞聖 對 你知道這個 我好嗎 不只 叫就對啦 魚大生長火雞聖 要問看嗎 好 我們要先給我嗎 嗨 我們拿啦 好啊 撒撒撒撒 是啊 謝謝 我買到了 他們推薦的創商 先推薦一下呢 這個就叫墨魚 應該沒錯吧 這個叫 細生長 這個叫雞聖 哎 都是內臟類的 希望不要讓我失望啊 哇 好吃 好吃 我再試一下這個 細生長 哎 我聽得比較好多哦 就台灣吃不到 被嗆到啊 這裡是芥末了 哎 對對對對對 好吃啊 不要誤會 好吃好吃 哇 泥 泥 哦好辣 流眼淚 好吃的流眼淚 都好吃 只是因為太嗆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吃一份 肥結串燒 哎 導演我們還有別的 我們去看看別的吧 哎呦 這個在台灣沒有吃過的雞蛋仔 什麼樣的 哎 用串燒類的感覺 絲 哦 哦 對 這個呢 在台灣吃得到 不過這個是什麼味道 日芒 墨魚嗎 黑炭 乳酪 我覺得我可以試試 這個 這個 好 黑炭 乳酪 燈帶的時刻 買到啦 黑炭 乳酪 雞蛋仔 來 還有 這個外表真的黑媽媽的 跟芝麻一樣的感受 我現在又市區了 身為一個 吃巧克力愛好者 怎麼可以放過湯啊 OMG 你看裡面 滿滿的 巧克力 嘴巴都油油的 但是台灣 可能也有 但是外表不是黑色的 OMG 啊 我覺得呢 只要是雞蛋仔 我覺得都合我的口味 像台灣就是動物造型的雞蛋仔 也是很好吃的 這網友呢 很推薦就是魚蛋啦 可是魚蛋呢 個人覺得在 每個地方都是吃得到的 好啦 今天呢 香港小食呢 就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朋友 可以追蹤我 訂閱我 順便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的IG喔 還有我剛剛被訪問的 兩萬帥哥的IG喔 抱歉啦 美女的IG 我剛要不到 好啦 福利都在這邊 我肚子餓老爺 我就是這樣啦 啊 看來我還是要訪問他們好了 嗯 嗯 我看他們很久 呃 請問一下 對於香港的小食 你有什麼推薦的呢 好的 他大概是講說 哎 魚蛋串燒這類的 不過他有很多朋友 我們再介紹一個帥哥 大家看帥哥一下 請問帥哥 你有推薦 旺角的什麼小食呢 導演他罵我 哦 哦